来到日本最时尚的地方 东京 L会找到什么商品呢? 在日本有许多代代相传的传统工艺品 这些工艺品都有当地的风俗 历史 特色背景 近几年他们面临着 没有接班人 没有购买者的各种情况 很难把这些工艺 留到未来 Jethro为了要鼓励支持 这些工艺品的职人 推出了Takumi Next 2019 让外国人可以看到 这些工匠展现出的日本传统技术 及富有文化背景的高品质产品 并且提供给工匠在海外发展的机会 一针工坊 是一家坚持从设计图案 染色的和服店 采用风采染的技术 这项技术已经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 由于现代年轻人很少接触和服 所以他们用这项技术来做雨伞、扇子等 让更多人知道这项传统技术 Binnoi的概念就是重现日本人的美感与敏感性 他们将耐凉的传统技术 以做纹帐的方式来做成日常衣 使用麻的材料容易通风 可以直接洗衣服 一晒就马上干 很适合在夏天穿 非常舒适 Binnoi的颜色概念 与和服的颜色一样华丽 群马县泰田市曾经是真枝叶最繁荣的地方 但自1990年之后 抵不过海外低价的产品而走向没落 Mountain Deer的社长山路雅明 为了将泰田市没落的产业复兴起来 他成立了新的地区品牌 Otanit 使用高品质的羊毛 围起来不但不会刺刺的 触感舒适 保温性也高 简约的设计 长久使用也不会腻 近年来为了保护环境 许多人也开始减少使用塑胶吸管 因此环保的木质吸管就这样被实现了 他们将木头裁削成0.15毫米的厚度 像是木头制的纸张 再将它们卷成吸管 因为是使用木头做的 所以触感温暖又环保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也能在台湾看见 L帮我们挑选的好商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